北京时间10月5日,2018王九荣耀KPL球季赛常规赛,进入第四周第三个比赛日的对决,新版本劳打法,BA黑凤里稳扎稳打3-0临风TOPM去6连胜,清浪把刺打引出极致胜, JC临风Hero9竞好取8连胜,完美控制链,无锡可击,KKB三一战胜GK取得3连胜,今日最佳王智力ID,清浪司马尼把刺打拔爆发十足,祝JC赛季不白好取8连胜化重点 今日赛果最佳选手排行榜最新积分榜防守之阵BA,展现绝对统治力3比0临风TOPM去6连胜,继续领跑东部BA黑凤里3-0TOPM第一局比赛, BA黑凤里在前期快速倾线稳稳地战,再度过开局TOPM陪秦虎,即调缠阵容前期尝试的阶段后, BA黑凤里通过兵线运,如愿在边路,依靠兵线拉扯,顺利在前期拿下暴军,并且推掉TOPM中路易塔建立优势, 中期BA黑凤里持续施压,不断抱团抓人,并请入侵也扩大经济优势,最终纪用16分钟, BA黑凤里在中路易波团战团灭TOPM后,顺利推掉水晶拿下首局比赛的胜利, BA黑凤里先下一阵1比0领先TOPM,第二局比赛,双方在前期都非常主动, BA黑凤里抓住TOPM雕产反蓝所谓事务顺利击杀拿下一选, 随着BA黑凤里李源邦体系在前期战事主动, BA黑凤里接下来多次快速秒掉保决扩大优势,并且李源邦体系推他体系也是打得风生水起, 中期BA黑凤里便推掉TOPM多座外塔,占据绝对优势, 尽管TOPM依靠百里守约的何周瑜快速清兵先苦苦支撑, 但依旧难倒BA黑凤里攻势,在18分钟时, BA黑凤里先秒对方点为后,一波强推成功点掉水晶在下一城, BA黑凤里连下两局,以2比0率先赌的赛点, 第三局比赛,TOPM开局在配勤虎达音, 率领下主动入签BA黑凤里野欧, 本张飞在中路河道被跟交出一选, 随后BA黑凤里顺势拿下包军之后, 通过运用逐渐掌握助效主动, TOPM则是凭借关羽和司马懿快速支援稳住局面, 9分钟双方在主宰出爆发团战, BA黑凤里打赢团战在拿主宰之后, 推掉对方全部麦卡将TOPM押入监狱局, 最终禁用14分钟, BA黑凤里中路墙开团, 一波击杀TOPM四元后, 顺利点掉水晶拿下半场比赛的胜利, 最终BA黑凤里赛运营统致力, 以3-00封TOPM好取6连胜, 继续领跑东部赛区, 青浪暴次倒把出奇制胜, JC在00封HERO好取8连胜JC3-0HERO9进第一局比赛, JC选择白铃首约走边路, 司马懿法刺打野, 开局JC便凭借司马懿和鬼谷子快速支援能力, 边路迅速集结推掉外塔打开局面, 随后JC在拿暴日之后, 入侵HERO9进野欧, 打出一波完美团战后稳固住, 优势, 中期JC一波团战后连推HERO多做外塔, 在拿黑暗暴君之后, JC凭借巨大经济优势和等级优势, 凭推高地点掉水晶, 拿下首局比赛的胜利, JC先下一城一比0领先进了酒精, 第二局比赛, 双方开局便打得火热, 在第一条暴君处爆发团战, JC拿下暴君弹交出一血, 6分钟时HERO上路强开, 尽管推掉JC上路一塔, 但却损失两人丢失节奏, 中期JC掌握住节奏后, 遥缠了妙武自己杀HERO9进多人后, 顺利拿下黑暴君, 推掉HERO9进多座防御塔, 将HERO压入监狱时, 最近盲战22分钟, JC凭借大优势强开团, 成功点掉水晶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JC以2比0领先HERO9进, 是爱先夺的赛点, 第三局比赛, HERO本局已改此线战术, 打得非常稳妥, 开局抓住JC进行走位一波反倒战局小优势, 但HERO9进在战局一定主动后并未保持住, 在中期几波运营接被JC打退, 中期双方战至焦灼状态, 14分钟JC强开主宰被HERO抢到, 但在黑暗暴军处团战当中, JC再度打回局面, 双方熬炸20分钟, JC在拿主宰之后, 依靠冰线运营牵制住HERO后, 照住HERO人员不足强推高地破掉水晶拿下半局比赛的胜利, 最终JC凭借清浪的出色发挥, 连下三局以3-0名封心科冠军HERO9进好举8连胜, 多, 控阵容大选胜威QG31战胜GK或三连胜KLB3-1GK第一局比赛, 开局GK并依靠裴新虎哥东皇太一强势入侵KLB也欧, 但双方遭遇战东皇太一追的太神被杀丢掉一血, 随后KLB在第一条暴军处, 张飞打招抠住GK多人, QT击杀GK多人后, 收下暴军取得优势, 随后KLB连推GK多做防御塔, 8分钟收下主宰后掌握全面主动, 将GK押入监狱局, 14分钟时KLB已经破掉GK三路高地, 经济优势扩大到7000, 等待兵线后强点水晶拿下首局比赛的胜利, KLB先下一场以1比0领先GK, 第二局比赛, 双方前期打得难解难分, GK在人头上占据优势, 并且10分钟便推掉KLB三路一塔, 随后KLB在兵线御营上苦下功夫, 接连几波团战打退GK后转手围攻, 连推GK多做防御塔, 11分钟KLB收下黑暴军后, 在河道处强开团打退GK后再收主宰, 最终仅用16分钟, KK被依靠兵信优势, 凭推高地点掉水晶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KK比赛下一场以2比0领先GK, 率先夺的赛点, 第三局比赛, GK拿下陪琴虎打野, 收下第一条暴军并且推掉QG多做外塔取得局面上的优势, 中期GK不但滚雪球, 通过压制QG发育, 并且蚕食防御塔将经济扩大到5000以上, KK比则是依靠花木兰和伍德千苦苦之冲手住高地, 27分钟时, QG马克波罗和花木兰走为太深被GK抓到, 直击击伤后GK一波强推点掉水晶成功扳回一局, GK将比分之为1比2, 第四局比赛, KK比技术辩路露娜, GK在整局比赛都被露娜吸引住了大部分火力, KK下路三人强势抱团, 多次反掉对方蓝拨将对方貂蝉的发育一直压制, 5分钟时QG在下路并已经推掉二塔, 并且将经济优势扩大到7000, 11分钟KK将GK压制在高地内, 轻松拿下黑暗暴军后, KK被爆团一波强推, 在巨大经济优势和兵信优势下, 顺利推掉水晶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最终KK被以3比1的比分击败GK, 斩获三连胜, 今日看点JC, BA黑凤梨赛季全胜难逢敌手, 不败金身赫施被打破在今天的第一场, BA黑凤梨与The OPM的东部防守之争当中, BA黑凤梨黏设计了自己金筒阵的打法, 在冰线运营上做得无稀可及, 最终以3比0完胜新军TOPM展现出绝对统治力, 好取六连胜继续领跑东部赛区, TOPM这边则是在经历了赛季出的潜秘赛成五连胜之后, 接连败与老牌强队惨遭四连败, BA黑凤梨本赛季非常强势, 开赛至今又人胜保持全胜, 而在今天第二场JC与星科冠军Hero酒精战队的比赛当中, JC延续了本赛季的火转状态, 面对星科冠军Hero酒精战队, 战术打法套路凭出, 尤其第一局比赛当中, 晴朗的司马一把次打野, 使得Hero酒精节奏打乱, 最终JC也是以三看零云封Hero酒精好取八连胜, JC战队本赛季八战全胜难求一败, 本赛季至今, JC战队和BA黑凤梨战队, 无疑是状态最好的两支队伍, 难逢敌手, 本赛季两队的不败精神将延续多少场我们拭目以待, 而哪支战队能打破这两支战队, 那不败精神同样令人期待, 赛后有话说蔡文基被人感觉受到了尊重, 自己在辅助位置是英雄海, BA黑凤梨770, 我的关羽和白里手决一样强, 玩的场次都很多, 也很熟练, JC, Evolduer, 自己想喝队内的中单护换位置, Kagby, Flaming日预告, 文攀帅,